《阿底下尊者的尊重和侍奉超过任何人》 一手接送大小便 阿底下尊者躺在床上 他用手去接他的大小便 做很多很脏的工作 很苦的工作 这样尊敬侍奉阿底下尊者 得到阿底下的器重 虽然他是一个在家人 他是一个在家居士 竟也受到僧重的恭敬 成了阿底下尊者的法位继承人 一个在家人做这样的一个行持 得到出家重的恭敬 反而得到传偿 《撒迦班兹达言教》中 他写道 术节苦修般若行 施舍伸手手足弓 施道刹那兼圆满 乐修供奉萨师法 《撒迦班兹达的言教》 这个典籍他写 你以术节的时光苦修般若 这种空性的智慧 用术节的时光去苦修 再修什么 施舍伸手手足弓 把你的身体 把你的头 伸手 手足 把你的手脚 砍下来去布施给别人 术节去修这些 比不上什么呢 施道刹那间圆满 你去修 去侍奉上师 以上师为道 刹那间 其实你就可以圆满这些功德 乐修供奉上师法 《撒迦班兹达》他讲 你要去乐 你要乐于去修行 供奉上师法 术节的修行 你才能圆满 没想到你在 亲近上师 供养上师的法门 一下就把它给圆满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